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身陷了政治现金风暴持续延烧 台北市议员林延峰又爆出了 他说民众党是在大选的前一周 申报了96万元的素食餐费 对此民众党是澄清 会计师将两项餐费误值 柯文哲也指乎会计师出错了2000万 实在太乌龙了 不过针对了素食餐厅的争议 网红四叉猫也提出质疑 认为手续上的日期餐厅根本没有营业 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 约谈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陷入政治现金争议 不过似乎眼神案外案 台北市议员林延峰再报 民众党大选前一周 有一笔餐费申报高达96万 如果连大额的发票 小额的餐费都能够登录错误 根本臭不可闻 网红四叉猫也现身前往素食餐厅歇业后 同一业者在开的便当店 会有疑问就是因为收据日期 1月7号礼拜天 店家根本没营业 而民众的回应也是一变再变 发言人夫妻党似乎没商量 一个说是9.6万 令人却澄清960元 令议员也质疑 明明说好41万以上都审查 96万怎么却没被发现 先以我们有的 但没有出现在监察院上面的来做查证 那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反过头来回查 把960110 key成960110 就是两张变成一张 这其实我们也是始料未及 文一不变还是会计师物质登载错误 柯主席也直言乌龙过了头 差个什么几万块 我倒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那个误差超过2000万 那这个就 这个就太乌龙了 根本这事情不断连环报 每个单据似乎都被放大检视 继续皇子的一命中风里的台并报道